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赌王世纪葬礼或江城河氏家族最后的辉煌 多位首富哀悼,明年才下葬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添加小铃铛,作欧将戏头条李渔君特约作者 看娱乐热点深度解读,认准李渔君 5月26日,一代赌王和红参病逝 享年98岁,时隔一个多月后 今天,赌王的灵堂开始筹备了 现场曝光 一,赌王灵堂细节曝光 出殡后明年才下葬 目前,赌王灵堂布置现场的照片也被曝光 可是家族为赌王出殡准备了大量的东西 鲜花、木材等等 凡是葬礼需要的东西都一一到位 东西多到百满一条街 就差工作人员布置灵堂 其中可见赌王三位 在世太太的放置的花圈 以及殡仪馆整面墙布置的样子 而灵堂内的一些照片也流出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赌王灵堂取名胡海堂 窗户装饰以及门点都采用了银梅元素 苦一盎然 7日下午 赌王三房女儿何超莲身穿黑色素服抵达灵堂 大约一个小时后 四房女儿何超莲 何超星和何超莲又口出灵堂 何超莲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是到殡仪馆打电相关事物 但具体内容则并未透露 据港媒报道 7月8日 9日 10日将一连三日 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捕王的丧礼 其中8号是家属悼念 9日是外界悼念 10日正式出殡 但由于何家御用风水之蔡伯利后人推散 今年没有适合下葬的日子 故出殡仪式后 赌王的遗体会暂放于香港殡仪馆内 在择日移送到东华一庄 待明年则即日下葬何家家族物园 二 赌王世纪葬礼 安葬费最低花费7000多万 目前赌王的棺木已经选另一款 价值800万港元 约合人民币723.9万 由南木作的中式棺木 做好的世界真的让人大开眼见 此外 有人不算过赌王出殡之后的入土安排花费 数目令人责舍 棺木加上一块青钢岩的特殊石碑 就要花掉近1500万港币 约合人民币1357.3万 再加上其他事项的安排 包括遗体招料等 保守估计将超过5000万港币 约合人民币4524.5万 这样随便加起来 赌王的葬礼一下子将近7000多万 果然是世界的 而贫穷 他真的限制的想象 而且赌王的丧礼将列明不收国金 对了国金会转赠给东华三院 及保粮局等慈善机构 三 智商团队规模豪华 前所未见 此前有报道称 追悼会主要由三位女儿操持举报 据丧智团队方面的消息透露 整个团队成员超过100多人 今天 智商委员会名单也公布了 由香港特首领衔几大豪门和政府高层组成 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董建华担任荣誉主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澳门特首和后华籍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出任荣誉副主任 主任则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成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澳门中联办主任负责英级澳门前特首崔雪安 这样的豪华阵容的规格也是前所未见 回归前何时家族对港澳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也一直帮助社会发展公益事业 在澳门好多人在赌王的帮助下有了工作 此外何鸿燊还是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 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而他生前最为人知的事迹 是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诸首同像 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 又在2007年以6910万港币的天价 买下圆明园马首同像 并与港澳地区公开展示 共同宣扬中国文物保护 所以这样礼遇应该有的 4、赌王三天风光葬礼 或将适合是家族最后的辉煌 从智桑委员会的豪华阵容 到整个桑礼的花费的金钱 以及持续的时间 有网友评论 赌王持续三天的葬礼 将有可能是香港澳门 空前绝后的葬礼 而和是家族最后的辉煌 将在葬礼上展现无余 虽说这是一场葬礼 但已是一场人情事故 关系亲疏的表演 那些香港的富豪 达观正表 将以怎样的姿态进行表演 安慰亲疏 都在聚光灯下凸显 据统计 整个智桑团队成员多达100多位 其中霍振婷 李嘉诚这些商界大都会六面 还有一些则是赌王生前要好的朋友 还有余六圈的大腕门 比如喜剧之王周星驰 周润发等人 也将去现场送捕王最后一程 保诗王离世 西诗王继位 捕王不在 何世家族 谁是新的王者 将正式昭告天下 何世家族将继续延续他的影响力 庇护后人 也成为当前网友讨论的焦点 五 赌王葬礼的冷知识 一 澳门赌王为什么在香港办葬礼 因为赌王何鸿燊是香港人 1921年11月25日 在中国香港出生 赌籍广东 他家庭被警检破 是香港商人和东爵士的侄孙 所以在香港举办葬礼 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二 都去世一个月了吧 仪式为何还没完 众所周知 HK的风设文化相当讲究 人去世了 一般不能马上办仪式 有的显日子 有的是平移款要预约 火化也要排队 另外 香港讲究润月不办事 又如意今年情况特殊 再者和家御用风设 吃蔡伯利后人也推散了 今年没有适合下葬的日子 三 赌王灵堂为什么是大红花海 西梦辽多和他老公逛了几趟迪斯尼了 公公居然还没下葬 一代传奇赌王和红参去世 享年98岁 这个年龄去世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 算是喜丧 高手 如此说来 对于何家 不算是大悲之事了 所以用红花 而家人也没必要每天都以泪洗面 赌王已经下河去 从此世上 吴赌王 本文是作者作为 头条里于军 可曰作者而写 来今日头条看娱乐 有点有料有深度 不骗金源于网络 景赌王葬离景景赌王和红参摄灵 仪式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 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感谢您的金刚才